作为一个装备党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装备都治好了 拉力轮毂雪地胎 丝挖鲁都买好了 使不上白抓挠心 今天咱开它去趟乌兰布桶 好好耍耍 把咱装备使一使造一干 开了400公里 终于到乌兰布桶了 迫不及待找一段冰雪路 在那六打开XMODE 走 续豹在这路上真是如履平地 可以在任何一个湾体验冰雪飘移 先松一较油 等车头摆过来给油 当它有点滑动的时候 只要对准方向 给死油门 四驱系统马上把你带回正确的方向 刹车都没问题 根本不会怎么滑 非常非常放心 高寒地区的朋友买这车简直是太好了 什么叫如鱼得水 什么要自己的装备完全得到使用那种快感 在此刻尽险 太过瘾了 买斯巴鲁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现在到了一个大雪坡的顶上 这雪有一尺多厚 我打算在这飘一段 把XMODE先关了 客载稳定系统也关了 走 咱们耍一耍 我打算在这飘一下 基本飘不太起来 即使我关了稳定系统 四八五这四驱太抓地了 动力分配的太均匀了 而且咱这雪地台也有劲 总体来讲就是开这车来这种雪原 即使一尺厚的雪完全不用担心陷车 什么都不用担心 开就是 这真是真正意义上的雪地车